既然这三种概率可以帮同学们完全的去解释一个Dynamic模型的话 那么在这儿的时候我就要为朋友们去画一个表格 在这个表格里面我会为大家说出我们三种常用的Dynamic模型 对吧 好了 我把这儿擦掉 我把这儿擦掉 第一种Dynamic模型我们叫做DiscreteStateDynamic模型 OK 叫DiscreteStateDynamic模型 在这儿擦一下 OK 好 第二种我们叫存一个 LinearGaussDynamic模型 OK 我们把这个画成这样 第三种我们可能需要空间会比较大一些 所以我把这个缩小一些 Linear空间Dynamic模型 OK 然后第三种是非线性的Nonlinear非高斯噪音的动态模型 OK 然后在这个上面我们就应该画什么呢 我们就应该画它的转移概率 P of Xt Conditioning of Xt减去1 对吧 然后这个colon是指什么呢 是指P of yt Conditioning of Xt 还有它的initial state 对吧 P of Xe OK 把它画一下 抱歉这个线可能画的不是特别的直 然后呢 大家知道 这个P of Xt Conditioning of Xt减去1 就是这个 对吧 就是这种概率 从一个状态转移到下一个状态 它的概率是什么 然后P of yt Conditioning of Xt 就是这种概率 红色的这个线的概率 对吧 P of Xe就是最后那种 就是它的initial probability OK 一个Discrete State Dynamic模型 Discrete State Dynamic模型 第一种 对吧 它就是我们所熟称的那个HMM 它就是我们熟称的这个HMM OK 那么在HMM的时候 它的转移的概率是怎么去定的呢 还记不记得它转移的概率是怎么定的 它就是定的 我找个红色的比较 画的比较鲜艳一些 对吧 它的概率就是一个 记不记得它的一个A矩阵 然后呢 它是用什么 是用上一个概率那个值 上一个状态的值 作为这个矩阵它的一个Row 对吧 它的矩阵那个Row 然后这个状态它的值 是这个矩阵的它的Colon 然后把那个值弄出来 就是这个转移概率的概率是多少 对吧 它记不记得 我们再画一个 假设这个A矩阵 是0.3 0.6 0.1 0.2 0.5 0.3 0.4 0.2 0.4的话 它记不记得这个转移矩阵 它必须在HMM的时候转移矩阵 它的所有的Row加起来都要等于1 对吧 那么我就问你了 P of 等于R Conditioning of 等于1 它的概率是什么 那你就看这个 它就告诉你 你应该从哪个Row去看 对吧 哪一行去看 那么是第一行 第二个重列 那么就是0.6 对吧 所以它就是等于0.6 对吧 反过来呢 P of 等于1 Conditioning of 等于1 Conditioning of 等于2 它是多少呢 它就是第二行 第二行的第一列 那么就是这个的概率 是吧 OK 我再想问 跟大家温习一下 这个在HMM的时候 你看它的名字就叫 Discrete State Dynamic 模型 对吧 就是说它的所有的影状态 它们的曲直范围都是什么 都是离散的 它们都是离散的 HMM里面 它的这个 它的影状态必须都是离散的 OK 那么在做HMM里面 它的Mesherment Probability 有什么讲究 其实是没有讲究的 OK Mesherment Probability 它并不一定要是离散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是any 大家都用红色的笔写吧 什么东西都行 对吧 然后呢 那个初始状态呢 还记不记得初始状态 就是那个π 对吧 我们以前说过了 这个就是说 那个在做HMM的时候 它的参数包括什么 包括了一个A矩阵 对吧 还有一个B 还有一个π 但是这个B 它是一个特殊化形式 特殊化形式的时候 你可以用那个B矩阵 那就是说它的Measurement 它的观测也是离散的 观测的曲直范围也是离散的 但是如果你的观测 它的曲直范围 它并不是一个离散的 观测如果是一个continuous的话 比如说那个在做语音处理的时候 对吧 他们说过那个观测 就是把一个语音 在那段时间把它变为一个高 高维的一个向量 那那个时候 它就不能用一个比矩阵来代表它了 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 其实咱们以前说过 就是说 我们如果状态都是离散的话 那么一个转移的概率 是可以用那个矩阵来代表它的 对吧 假设你的状态是一个连续的变量 对吧 假设你状态是一个连续变量 你又想用一个矩阵来代表它的转移的概率的话 你说可能吗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你如果真的要这样做的话 你的矩阵的大小是多少 是无穷乘以无穷对吧 因为它的这个变量的矩阵范围是如果是连续的话 那它就有无限的可能性 对吧 所以是不可能的 所以如果当这个变量是一个连续的话 那它的转移概率必定是用一个什么东西去代表它 不能用矩阵代表 那它只能是用一个函数去代表它 对吧 所以在我们说的另外那两个模型里面 这个模型是什么 是个线性将高斯噪音的模型 也就是我们卡尔曼滤波可以用得到的地方 对吧 我们卡尔曼滤波用得到的地方 它肯定的转移的概率必定得是一个什么 必定得是一个函数 而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函数有一个很特殊化的定义 它的函数是这个 是线性的一个函数 对吧 咱们一看这个函数就是一个线性的 而且呢 它是一个高斯的噪音 而且在这个时候里面啊 它的不光是这个转移概率也是一个线性的 连它的 我这儿用靠面画的大一些 画的大一些 这个操了 它的这个 measurement probability 也是一个线性的 应该用一个 H of 加上 C OK 也是一个线性的 加高斯噪音 OK 我把那个粗食值 我把它去掉了啊 因为它 其实也不用去掉 我把粗食值也可以加上去 这个是 这个是 O X 1 对吧 说了 在这个 H of H of H of M 里面 它就从一个派 里面出来 对吧 派 就是说它是每个状态 它的初始的概率是什么 它不是一个矩阵 它只是一个vector 对吧 而且这个vector里面每个elements加起来都等于一样 OK 那么在这个时候 应该用出红色的比 红色的比 不多 OK 有墨水的红色比就更少了 OK 就写一个p p 对吧 OK 在这个时候呢 它其实也是一个高斯 这个高斯 它有一个均值 有一个方差 OK 然后做非线性的 非高斯的 dynamic model的时候呢 它的转移的概率 可以是任意的函数 OK 可以是任意的函数 这个也是可以是任意的一个函数 非线性的都可以 非高斯的噪音都可以 然后这个其实也是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函数 都行 OK 这个表格帮同学们画好以后 那我就帮大家介绍一下 在这三种不同的这个dynamic model的时候 这个模型里面 它们到底能够干什么 我这还忘了跟大家说了 粒子磁波 particle filter particle filter是用在这个地方 就是非线性 非高斯的dynamic模型上 OK 然后呢 我们曾经我们说这个HMM的时候 我们说过HMM的时候 咱们说过 我把这个插了 我们说过一个东西 对吧 就是说我们一个dynamic模型 我们可以干什么 首先我们干的是这个 P of Y1到Y大的T 对吧 这个又叫什么 不会那些小的T吧 这个就是你的evaluation Value 对吧 还记不记得在我们这个HMM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evaluation 因为还记不记得 我们如果要用传统方法去做的话 我们 它的 它有多少个sum 多少sum 还记不记得那个sum是 K的T次方 是很大的计算量 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个backward and forward backward and forward formula 去大大的简化它的计算量 对吧 但是我们做的是这个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是argmax 它的θ对吧 然后呢 是它的log of P of Y1到YT conditioning on theta 对吧 那个东西就叫parameter learning parameter learning 对吧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是P of这个X1到XT conditioning on Y1到YT 这个叫state decoding 对吧 就是说我所有的这个观测值都有了 请告诉我这个每一个状态它们是什么 其实我们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还有一个工作 其实跟这个工作很像 跟这个工作很像 只不过我们比较更加interest 是我们当前的那个状态是什么 而这个就是说我们从t时间等于1到我们现在这个时间 一串的这个观测咱们都已经有了 一串的观测都已经有了 那么我们要求得当今在t的时候它的状态的概率是什么 就是这个东西对吧 这个东西好了 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名字 它就叫 filtering 就叫filtering 所以说呢 咱们还记不记得在做这个HMM的时候 其实这三种我再想说一下 那三种不同的dynamic model dynamic model 它都可以用在做这四样不同的事上 这四样这四个不同的operation 它们都可以在用上 都可以用在这三种不同的dynamic model里面 但是呢 最普遍的来说 对HMM来说 或者叫discrete state dynamic model来说 这个用绿色的笔写 因为绿色还没用过 这个evaluation 跟它的 这个promise learning会用的比较多 对吧 咱们已经看过上次 我们是用EM去做它的promise learning 对吧 然后用backward and forward formula 去做它的evaluation 对吧 而这个 这个linear dynamic 这个linear高斯dynamic model 跟那个非线性的dynamic model里面 我们用在filtring会比较多 我再想跟大家着动讲一下 在这两个连续状态的dynamic模型里面 这四种operation都可以用上 但是只不过是说 今天我们比较着动的去讲 filtring filtring这个东西 怎么去用在这两种不同的dynamic模型里面 OK 所以说呢 前面那个HMM 咱们上次已经讲了 对吧 所以这一次呢 今天我会为大家特别的突出 讲的是这个线性 dynamic模型 又是高斯噪音的这个东西 OK 是今天 然后呢 明天咱们会去讲 这个非线性非高斯噪音的模型 就是我们会去着重的去讲 粒子磊波 particle filter 好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讲 这个东西了 我们就开始讲这个东西了 好